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六年前的NBA也发生了一件同样的超巨互换的交易 不过那一场交易 却堪称最失败的一次交易 六年前 也就是2012年夏天 魔术队 胡人队 绝金队 76人队 一共四支球队完成了四方交易 交易方案如下 胡人送出拜纳姆 麦克罗伯茨 一个受保护的首轮选秀权和资轮选秀权 得到了护华德 克拉克和杜宏 魔术则得到了阿弗拉罗 武切维奇 哈林顿和麦克罗伯茨 以及五个未来的选秀权 76人得到了拜纳姆和理查德森 绝金得到伊格达拉 在这笔交易中 拜纳姆和护华德森别为东西部的首发中锋 说位超距毫不过分 而拜纳姆也还处于上升期 貌似刚刚打出漂亮数据 2011-12赛季场军18.7分11.8篮板 而当时的护华德也还处于巅峰时期 是一位能在防守端和进攻端 影响球队的超级强力中锋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 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拜纳姆去到了76人 一场比赛未打 甚至近几年在赛场上根本看不到他的身影 在13-14赛季短暂效力骑士队和步行者队后 拜纳姆就彻底告别了NBA 而加盟绝金队的伊格达拉也在一个赛季后加盟了有试队 而阿弗拉罗虽在魔术输出不错 不过完全没有达到魔术队他的预期 这比交易严格意义上来讲 四支球队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球员 然而交易中的主要球员下场都不好 特别是霍华德和拜纳姆这两位当时联盟的数一数二的中锋 霍华德和科比伯和 也是从那一个赛季开始下滑 而在这比交易中只有武切维棋 在魔术成长为了球队的王牌 然而武切维棋在当时那比交易中的地位 仅仅是天头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